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lex 今天再次来到影燕勾 今天很早出发 早上5点就要起床 每早点睡觉 11点半睡觉 平时我上班都是1点钟才睡觉 昨晚11点半睡觉 一早起床 但现在都很晚睡觉 因为我们7点钟开船 今天用的器材有些不同 上次我用过Sony Alpha 1 再加一支100-400gm 镜子 这个镜子对焦过片各方面都很理想 另外亦用过Canon R5 再加70-200mm 2.8 和70-200mm 4 即是新的RF小白和小小白 这支镜子非常轻巧 我上一条影片都说过 从未不至轻松过 拍摄仔可以这么轻便 今次就换一换 我用Canon的也是用R5 但我用了312.8mm EF版本 之前我用过Canon R5 加212光圈 312.8mm 和412.8mm 如果说质素最高 我觉得212光圈是最强烈的 质素最好 再次一级就是412.8mm 相对没有那两支镜子那么轻松 就是312.8mm 但为何今次我们戴312.8mm 其实是一个叫中庸 就是拿中间 其实200mm 会短一点 会出来要裁一点 400mm 因为角度太窄 拍摄角度窄 很难去追运欧 船道也很均匀 角度那么窄 我们抛得那么厉害 中庸之道就是拿312.8mm 那312.8mm 你说轻它又不算轻 因为它都2.多kg 就算我这400.8mm 或者600mm 那么大支 那些大炮都只有3kg 其实相对 300.8mm又不是轻的 但是拍摄角度 又比较理想 又没有200mm那么阔 不用裁那么多 也没有400.8mm 其实400.8mm正好 但比较难去捉那只 很难去扣图 拍摄到里面 很容易爆发 那300.8mm 才差一点 便可以了 拿到中间 希望这个EF版本 将来如果有RF版本的话 会不会再轻一点呢 因为以前我们用300.8mm 因为它那个大光圈的大炮 但相对体积和重量 都不是太重 也不是太大支 比较细子轻巧 但是现在来说 400.8mm和600mm 那个重量就轻了很多 由我第一代开始用 由5kg 变成4kg 到现在用三代的400mm 是3kg 但是那个300.8mm 它一代二代都维持二碟的kg 那么优势方面 就没有以前那些那么重要 因为现在的大炮都轻了 那么它相对就不轻了 现在 希望RF版本 会不会出低过2kg 那它将来 比如说 会不会出这个DO版本 如果DO版本的400mm 都去到1.5kg 2kg 如果300.8mm 再改良RF版 希望会有一个更轻的版本 到时吸引力就会更加大 买的欲望就会更加高 那么 说回那个 相机setting 那个防守阵 通常我都关掉 因为我用比较高的过扁速度 我的范围速度比较高 那防守阵没用的 那么我关掉 以免它真的有时候 动防守阵的时候 反而影响到质素 那么对焦范围呢 我都是用过全画面 雀仔眼部 就是动物眼部对焦 这个设定都挺好的 过扁是一定是最高速的过扁 而它要每秒20张的过扁 R5可以做到 但是那个拍摄的RAW方面 要用个ComplexRAW 就是压缩的RAW 有少少的损耗 换来这个20张的连拍 都OK的 其实那个环境又不是那么恶劣 因为光差不是太大 那你用过ComplexRAW的影响都不是太大 都OK的 那我们现在继续去拍摄了 今次因为手持拍摄 而船也都抛一下抛一下 下个瞄准器呢 帮助就不大了 所以今次呢 我又没有加个瞄准器 300M 镜头的拍摄角度 其实都挺窄的 而影响的速度呢 也都非常之高 尤其是当它突然间插到水路的时候 速度就更加之快了 是比较难去追踪的 而我用的方法呢 就会观察附近的影响 看哪只在陪回 准备冲水呢 我就会追踪那只了 而用这个方法去追踪 明众率也挺高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今次的拍摄主题来说 我会和大家分享R5的对焦设定 在自动对焦的选择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survo和one shot 我们拍动态当然选择survo 在afmap方面有很多对焦范围可以选择 今次拍摄主题来说 我会选择全画面对焦和人面 而主题选择方面可以选择人 动物或者无特定 我们今次拍摄主题就选择动物 接着是眼球对焦 虽然我们今次选了眼球对焦 但二欧好像戴了个黑色眼罩 眼罩又黑色 眼罩又黑色 所以很多时候都找不到眼睛 最后就有afsurvo的选项 里面有四个预先设定的case 就像1dx 这样 R5 亦都将里面的设定简化了 只是保留tracking sensitivity 和accelerate-decelerate tracking 其实这个设定很个人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我个人觉得case 4在这个情况下比较好用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次就讲到这里 迟些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留言和给like 拜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和按小铃桃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记得给like 多谢各位 拜拜 欢迎订阅